你不是通过别人的话语 而是通过 呈现在某个载体上面的文字信息 让你知道你会成为这次客举庄园 好专业 是 什么 我我我没有理解 虽然是 但我没有听懂 不是某一个人跟他说 你会成为这次庄园 可能是他看到了某些信息什么 就是比如吃包子 吃出一个纸条 你来说你是状元 好专业